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回到我頻道的羽毛球教室 如果有追蹤我頻道的朋友 都發現我之前的影片 很多都是講一些單打的基礎技術 偶爾都會和大家講一講 雙打的步法或者某些技術 有很多學生 他們都是一些成年人 業餘的朋友 他們經常都會參加一些我們叫做社交 可能一大群人佈幾個場打球 都會以雙打為主 這裡會少一些人打單打 我相信看我影片的朋友 很多都會經常打雙打 所以我之後都會講解雙打的技術 或者一些技巧 步法之類 今集我就想和大家分享另一個雙打的技術 這個技術是非常常見的 不知有沒有朋友試過 可能我們爭取到機會 令對手打一個質量不好的球 有一點像往前的叉燒 可能高高地半高不平 但是這個球的落點就落在中場 我發現很多學生 處理中場的球 都不是處理得那麼好 但是這個球其實明明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令你之後再爭取更加主動的球 或者位置 這一版出得不好 就會換來可能被人反擊的機會 所以今集我就想和大家講一下我們雙打中場球的處理 我們羽毛球的雙打中場球 中場球都會分很多不同的情況發生 第一種就是我們位置前後 做一個進攻的位置的時候 後面那個球員就還有一個進攻 可能他那個進攻比較有威脅 令到對手出球不靈 那就出了一個中場的球 然後後面的人就要想方法 盡快向前更進 更加再進一步壓迫對手 另一種情況就是 都是我們的前後這樣站位 有時可能對手抓到你的球 突然之因在抽一個對角 你們都會由中間向兩側的方向 去起動了一個中場的球 另一種就是對手特意在網前 可能打一個比較輕一點的球 目的其實是想避開網前的球員 亦都不想把球升起 就會把球打在前後的球員中間的一個位置 可能是一些偏軟一些 或者高度比較矮一些的一個中場球 不同情況的中場球 都會有不同的方式去處理 當中有很多共通點 例如我們的步法 我們的分體的位置 思想怎樣去處理這一球球 我們的意識是怎樣 這些重點都很重要 因為我是第一次講中場的技術 所以今集我就會著重在一些非常之基礎 希望你們有一個簡單的概念 今日如果大家想再了解多些 中場不同的技術 我都可以在之後的影片和大家分享 在以往教大家一些技術的影片 我通常都會分幾個重點和大家分享 通常都會首先講我們的步法 或者身體位置 擊球點 最後才會講我們為什麼要打這球球 有什麼目的 或者我們處理球球時應該的思想是怎樣 今集我想回頭 就講了我們打中場的一個意圖 和一個目的性 因為我覺得了解這一個點 之後我們的步法和出手 和擊球的位置 都會令大家明白為什麼我要去做這件事 我看到很多學生或者我平時看人打球 都會覺得大部分人都會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搞不清楚中場球 處理得好和不好的重要性 B球球來到的時候 我應該用一個什麼的心態去打 這是非常之重要的 通常常見會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就是我們在後場進攻完之後 可能殺了一個很漂亮的球 或者吊了一個很漂亮的球 令到對手失位回到一個中場球的時候 很多朋友因為沒有把他們的集中力 放在中前半場 明明打一個很漂亮的進攻 然後就錯過了一個中場 可以繼續壓迫對手的機會 其實我們在雙打的戰術裡面 打到差不多差不多水平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很難只透過後場的殺球 而去拿分殺死對手 我們就會多些是透過後場去打一些落點 例如是多些變化 邊線、對手的身體 或者打他們的肩膀 一些不舒服的位置 令到對手出錯 處理一個不好的球 然後你要通過中場和前場 去爭取得分的機會 所以為什麼我就這麼強調 我們中場球的時候 我們處理一個意圖和目的性 是多麼重要 我們那個意識 其實我們不只集中在那一球球 很多朋友可能我殺球 只是想著那個殺球有多重 有多漂亮 但下一球如果對手回回來 你又完全沒有想過 我應該怎樣去做一個準備 不妨我們打多的時候 我們開始控制到自己手上的技術 我們不妨再想多幾把 可能我殺完之後 我怎樣去做一個機會 讓自己繼續可以拿到高點 一路壓一路壓 壓到上中前半場 去拿這個得分的機會 第二個呢 這次你就是覺得 中場球是一個機會 對手倒了一個半高不平 速度有點慢的球 你看到球就以為是網前的叉燒 然後你就很想利用這一板 去蓋死對手去拿分 這個意識跟我之前 講過一個網前撲球的技術 好似 很多朋友覺得這個是一個 好的機會可以拿分 然後就將它所有的力 用在這一板球上 大家注意到 在中場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個距離和角度 都會比後場細和短 用同一個大動作去揮 其實很容易把球打到對面的球場出界 或者有時候你的角度控制得不好 就會很容易打落網 變成一個有機會 被自己壓迫對手拿分的情況下 變成自己失分之 那就非常可惜 中場球的作用是有少少 像我們後場的過度 如果你處理得好的話 你就可以令自己帶來 更多拿分和進攻的機會 但只要你打得不好 下一板被動的就是你自己 除了把球向下壓之外 同一時間你都可以想一下 你到底想球回到哪個位置 打個比喻 如果我是右手握板 我在正手那邊的中場 有一個機會的球 假設對手 兩個對手都是右手握板 換言之你直線的邊線 就是你對手的反手區 如果這個時候 我有一個意識是 除了把球向下之外 我有一些是偏向邊線壓出去 想多點落點 這個時候你會比較容易 有直線的球去跟 這個不是100% 因為有些對手 可能知道你壓他的邊線 他有所準備 他都會有機會 把球拉回兩邊 或者你自己心目中 計劃了之後 那幾板球 怎樣去打 怎樣去進行的時候 其實你有一個思想 我要把球打去哪個位置 不是限於在對手反手的邊線 可以是其他的落點也可以 可以做多些不同的落點 令到你的球路比較多變化 相對對手都會難些 去猜你的球打去哪裏 第二個重點就是 我們處理中場球的時候的步伐 用剛才的兩種情況做例子 第一種就是 我們後場殺完球之後 跟著我們的意識 要多放在中前半場 我們的步伐同一時間 都要有所準備 很多朋友做完一個進攻之後 他們將重心反而挖回後面 需要花點時間才可以調整重心壓前 但這個時候 其實球已經去到你前面 你就會錯過了一個 本身可以拿高點再壓多一板的機會 做一個後場的進攻的時候 我們去打完這一板球 我們要盡快把重心壓回前 很快做一個很小的起動 我們會叫起動或者調整步 就是幫你快點準備下一板 一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立即起動再做一個反應 隨時隨地 一打完一球 就可以立即原地 或者向前一步做一個調整步 然後就準備好下一板 這個步伐做得好的話 你之後的球就會很連貫 你就可以把自己出的球 一直連下去 從後壓到前 即使你壓不住 再去後你也是可以動到的 因為你已經把重心壓前和壓低 你已經有那個動力給自己 我有反應的時候 我的腳一動 其實就已經可以起動去 你整個場的任何一個點 打完這個進攻的球之後 記得你的意識 要放在前面 將重心壓前 同一時間之板格 是要舉起 準備下一板球 另一個情況 就是如果我們不是從後向前的直線 去跟進中場球的時候 我們是由中間或者是左右出的時候 有一個很多朋友都會做錯的一件事 就是他向橫移動的時候 真的好像一隻蟹一樣 整個人是平排地向左和右移動 如果一個球是在你前面的旁邊 很快地衝過來 但是你這個人是這樣出的話 其實你是很難去吃得住那個球的力 要注意我們的球 如果是在我們兩側的邊線去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要轉方 如果是正手的位置 我們首先要將方向右邊 轉身體轉去那邊 然後腳是向著邊線腳尖的前面出去 所以大家 我們打一些左右移動的球的時候 千萬不要想著我真的打橫地左和右移動 其實我們是要很多轉方的動作 去右的時候 你要將身體轉去右邊 你的腳的方向都要很穩陣 我們要整個腳和身體都轉去右邊 目的就是在你右邊的前面可以激球 而不是在你整個身體的旁邊激球 如果這樣的話 你是不能充分到利用你全身的力 去借力 去把球整回對面 在步伐裡面 另一個很多人會忽略的重點 就是當你起動完 跑要去激球的時候 因為有些朋友可能步伐不太順 所以他們就用很大的力 去向著要打球的點 跑衝去 去到要打球的時候 因為你沒有用力去殺制或者收住個人 變成你一出去的時候 整個身體被你倒進去 你一向前傾的時候 其實你的手都會同一時間跌下去 就會影響你打球的極球點 本身可能你的理想極球點 是在網上一點 甚至是同網平排 你還有一個角度可以把球壓下去 但因為你殺不住的時候 令到極球點下來了 你就會逼予無奈把球頂上 大家要留意 我們做完我們之前所有的步伐之後 最後一步要擊球的時候 我們最好就是打球那一刻 和腳落地是同一時間 千萬不要打完球再落地 因為大家想想如果我這一球 是抽球出去 這就代表你的球衝很快 你打完之後 先落地 身體已經進去 然後球回來的時候 你還未翻得出來 下一批球就會變得很難貝 所以我們要講求手腳的同步 擊球和落地 最好同一時間 或者你的腳先踩實 然後再擊球都可以 還有一種非常常見的情況 就是對手把球打得很高 但是不夠厚 那些朋友就由中間 想向旁邊移動出去打球 但是你的步伐不對 就變成了整個人 單腳飛身地去打球 最後換來就是 處理不好的球 球可能壓不下去 甚至可能打不中的球 打出界什麼都好 你在半空中飛出去的時候 你沒有好好的控制到你的身體 你是沒有辦法打到一個得良好好的球 平時可能見到一些 國際水平很高的人 常常在那裡兩邊飛 那他們的兩邊飛 不是真的用了所有力 飛出去然後就不顧一切 也是練很多力量 練很多步伐 也都練很多 我在半空中 如果我是離地的時候 擊球的一個協調性 你要明白當中 為什麼人家可以這樣做 還有人被打完之後 是怎樣跟進 怎樣去準備下一板 在這個階段 我也不是很希望 會教大家跳殺 飛去破球 或者在半空中打球的一些動作 因為很容易 你都未學走 怎麼才學跑 通常學生練球的時候 都會叫他們不要飛出去打球 我希望他們廣顧好 他們自己最基本的步伐 慢慢慢慢一步上去 才做一些高難度的事情 第三個重點 就是我們做中場球的時候 我們的準備動作 以及擊球的位置 很多朋友 那些球在兩側中場飛過來的時候 第一樣東西 就是打開手 好像在旁邊想撈的球 如果你有這個動作 你是完全不能充分到 將你由腳傳上身 再傳他手的力量送到球 只用到手腕和肩膀 其實這個動作是很容易受傷 尤其是如果球很快地衝過來 然後你這樣強行用碗去叫 這裡是很容易受傷的 我們要把手肘放在身體的前面 而不是身體的側面 反手軀的話 一樣把身體稍微地轉過去反手軀 然後同一時間 你的手肘是向著身體的前方出去 我們出去的時候 我們千萬不要拉緩 因為很多朋友會怕不夠力 出去之後 你就把板拉回後 本身我理想的擊球點 其實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一拉後 但是球會跟著去 到你一打的時候 你的點就變了太厚 加上你的板面 還在向上的時候 你就沒辦法把球向下壓下去 無論是正手還是反手 很多朋友一想打球 就會拉到很大的動作 但是球還是在前面 你的板跟球的距離拉遠了 你就沒辦法很準地把你的力送到球 我會建議你們把一些球筒 你的水樽或者這些記號 放在我們牆的邊線 放在我們身體前一點的位置 你的目的就是做一個記號 提醒自己 我出去的時候 我的板千萬不要拉後過那個標記 盡量把板面正面拎著前面 然後借著這個角度 順著球的角度 推出去 先不要想著我要發力 或者想著很大力地打下去 我先找到這個角度 你看到你的球是平或者向下 就代表你這個角度做得好 你慢慢找一下這個感覺 出完板之後 我們的手肘保持一定的高度 我們同一時間 我們人要壓在球的後面 所以你無論由哪個方向去球 無論由中場打側去 後場向前直去都好 我希望我能拿到我的腳在球的後面 那我就可以很穩陣 我的重心很穩陣 然後把球推出去 直線也好 對角也好 你才可以充分利用到你所有的力量 傳到球裡 最後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打中場球的時候 究竟怎樣發力 有什麼方法去打 我們如果做好我們剛才所有的準備動作 譬如我們保持手肘的高度 我的板是拿起而不是壓後 當你這些所有做好的時候 加上你的位置是壓在球後面 其實你的球和板的距離現在是非常接近 而且球是有些速度的向著你的板的方向 把板面向前推出去 一推完之後 食指給點力 把球向下壓出去 最重要是拿到這個擊球這個點 你要有感覺是一個張力 吸得住球 帶動球向前 最後一點壓下去 那你就可以成功 把球向下壓 或者向平飛 整個動作其實是手指的法力 我們千萬不要用肩膀 不要用手肘 不要用前臂這個力 我們是把板送到球附近 然後用手指的力很短地壓出去 會感覺到板一碰到球的時候 手指是有很短的時間拿緊 那你就可以把球速提升 以及把球壓得住 我們打這個中場球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法力時間很短 然後你的思想就是 我要準備去打下一板球 我可能要動我的人 過法壓前 然後同一時間我的板就要準備好 所以如果我們要求我們的速度 我們的反應要快的時候 我們要做得快 和短一點 千萬不要拖長 整個擊球的過程和步伐 我今集就花了很多時間 和大家說中場球的目的性 意圖 步伐 準備動作 擊球點 和怎樣用手指去發力 這一集會說少一些技術性的東西 是因為如果我只教你如何處理這板球 但是你沒有用其他東西去配合 例如你的步伐 你拿不到你的身體的位置去擊球 即使你定點把球打得多漂亮也好 到你跑起來 你也是沒有辦法處理這個球 我希望大家有一個概念 先搞清楚我打這板球的目的 和你前期做的所有事情 希望大家先用這條影片去消化一下 我之後的影片 才會再跟大家詳細地說一下 究竟我們抽直線 抽對角 或者甚至是擋網的時候 這個技巧是怎樣 多謝你用了這麼多時間 看到現在 喜歡我影片的人 記得like comment 和share 按鈴鐺 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的影片 就這樣 下集見 拜拜